他昨天不是在11点多的时候在上班吗 然后就那个老头 他不是故意把那个烟头扔在地上吗 我妈就说 说你把这个不要扔这儿捡起来 然后他过来 然后底下头把这个烟头捡起来 他就很生的说 他说那你说我把这儿扔哪儿扔哪儿 他不是就气势冲冲的吗 想打我妈的那种 然后我妈就把那个扫住 然后就拉着就赶紧跑 然后结果没跑过他 然后他就拿那个扫把呢 然后就抢去 然后就那个棍 然后在腿上 然后抡了几下 然后那个木棍不是打断了吗 打断了 然后就走 我妈眼睛这边 眼睛这边就是多处骨折 然后这个鼻子也骨折 我过去一看特别严重 这一边脸 这个左边的这个脸都是轻的 而且都带着血丝 这嘴角也吊着血丝 拿着纸 微信纸再擦着 吊着血丝 他别害怕 这我说你能动啊 他在那躺着 他说他动不了 这吓死人 我手带子都在等 那您是 就是昨天那位大叔的那个家人 对 是 我们也是自己配合 想到病人以后 已经打成这样 赶紧治 想办法安宁先坐在医院以后 给消炎了还是治疗了 OK 很好 记得 感谢观看